要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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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排骨饭 又来显示我学习冤博的时候 但即使我学习冤博也好 我都看不到这个是什么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所作的位置是顺德邻隔三州村 这里是很近长鹿农庄 有一次和大家直播 里面有很多空着客人去那里 今天我们就过来顺德这边 找些好东西吃 看看有什么古灵精怪的市场 出发 我们现在面前的这条桥 就是碧水桥 正前方的方向 过了桥 就是成轨的顺德站 其实这里附近 都是近年兴起的旅游景点 刚才我们在公路进来的时候 已经被警察拦住了 再迟一点交通管制 在我身后面刚刚也拦起了 我们车车不能进去 不过刚好今天因为天气 不是太好 现在还下着毛毛细雨 介乎丹姐不丹姐的状态 所以其实未有那么多人 如果往事的话 这里会有很多游人 在对面就是六七八文化街 里面会有些茶座 咖啡厅 而在河 也不叫河 沖的对面 在我头上 全部都是这些大荣书 这些是订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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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几十五元 十五元一只 十五元一只 我们的鸟骨 这些是鸟骨 整只不会是这个 肉有肉 烧骨肉的 不是单狗的 这些是否有负责的 今天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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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热情 我们还以为 那个医衣 是在包肿 现场卖 原来不是的 是已经有客人订了 15元一只 说贵不贵 说便宜不便宜 但是看见了 用料多足 那只咸蛋黄 站在对面那个 年轻的美女 刚刚生了个嬰 还背着嬰子 在包肿 像以前 现在的年轻 原来如此继承到传统 多好 多个人 接下来 我们继续往前走 据说前面 还有一个市集 不过刚刚我们 问过老板 他说因为疫情原因 市集就没有以前那么旺 但是 仍然会有些烏龟 这样卖下 既然来到 过去看看 我们未进到市集 已经见到 对面有个小贩 拿鸡出来卖 那些鸡是生的 在龙上 看适合哪只 看适合哪只 我们刚刚经过区 以前区里面 在疫情之前 是很热闹的 刚才都问过老板 会有小贩 小动物 家禽 乌龟 各种都有 因为疫情很容易 所以就没有开了 我们看一下 过去前边 市场那边 走走走走 至于在虚市旁 就是一个市场 市场 这里有很多水果 水牛奶 水牛奶 摸摸摸 烧开了 有些肉汁 现在可以喝吗 现在可以喝 但是很淡 都一样 很香 现在可以喝 小小脂 这些水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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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水牛奶 没有那么过瘾 所以没有那么过瘾 而且价钱 其实价格 价格 广州市场 行得多 顺德市场 应该也是第一次 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市场有多热闹 这里叫三州市场 终于看到很多龟 龟卖 哇 这个叫做 我都不知道 石金钱龟 这里百元一只 一连石金钱龟 十元一只 再来这种 古灵精怪 龟蛋也有 厉害 十五元一只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过一出电影 刚刚身上的 林家栋先生的手卷烟 那个光头仔 被人不断 用龟 打死了 是不是很恐怖呢 现在看到龟 有没有心理阴影 前面这里 还有鳄鱼 卖鱼 当然有鳄鱼 鳄鱼 斩开了一件 来卖鱼 除了烏龟 还有咸鱼 很难想象到 这两种鱼 有小鱼 又有大的鱼 那你也有卖鱼 还有这种 这种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生的蚱蚱 可能天气凍不动 这种蚱蚱蚱 炸蚱蚱 很美味 不过如果要走这些市场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但是呢 大家看看地下 一定要像那些 街坊市民 要不就是穿水鞋 要不就是穿拖鞋 要不就是穿拖鞋 刚才我们问过 几档价钱 其实这里的海鲜 也挺贵 而且它不多 可能就是因为 不多的原因 所以才贵 当然 相信这里 以和鲜 吃鱼为主 鱼的种类 就有很多 这些地方 我们在这里 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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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部分 就看失货 这边 就卖鸡 鸡 那种 大家看看有什么 这边似乎 就没有鲜头 里面那么涌 但是 都很热闹 比如说 有鸡 鸡 脆皮老鸡 一年以上 够老生 有鸡 吃鱼 吃鱼 鱼是做宠物的吗 还是鱼 吃鱼 这些都是鱼苗 这些是鱼苗 这些是大鱼 有很多鱼 有些鱼苗 有些鱼苗 这里除了鸡鱼鱼 鱷鱼 乌龟之外 连猪也有得买 真是搞笑 可以简单单 和大家看完 来到顺德 当然没理由不吃东西 我们来顺德 都是为了找好东西吃 大家看看这个招牌 像不像去博物馆 看那些文物 要拿来相处 品香 我们今天这个餐厅 就叫做品香 排骨饭 正 我要排骨饭 这是什么 这是猪大腸 拿不到 一份猪大腸 猪大腸 这是肉丸 牛肉丸 要用肉丸 排骨饭 有鸡饭 有 这些是鸡饭 我需要一份鸡饭 鸡饭 冬炸 有 等一会 等一会 就这样 好 我们进来茶楼 这里叫做品香楼 它跟普通茶楼不同 它是11点才开工 有食物 他们在这里吃什么呢 就是一碗一碗的蒸饭 这个应该是9元的一碗 这个是排骨的蒸饭 这个是鸡的蒸饭 还有牛球 这个应该是10元一碟 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猪大腸 这个不知什么蒸猪大腸 都是10元 最后 这个就最贵的了 就是一碟油麦菜15元 就吃了 等一会儿那个医生 还会拿着那些 一笼笼的点心 过来问你吃不吃的了 你吃的就拿一笼 肚饿了 其实话说 今早我们已经是想 找一些餐厅吃了早餐 但因为那个虚视 它是很早就收档了 所以我们先去了虚视 现在呢 极度肚饿 这个蒸饭 看上去挺有人的 就是话说 其实国内很多人都很认同 食在广州这四个字 我们广州人都觉得很有面子 但是如果说和顺德人比 我们就金牌下风了 如果说到吃的话 对呀 顺德人煮食 味道好很多 而且顺德人煮食 够简单 不会不断断掉甜味 即使是这个也好 看上去很多味道 都是很好吃的 嗯 嗯 原来那是黑椒 好吗 那些肉呢 煮得很软很软 那些都是大肠 现时为止 我最喜欢这个 硬的 是硬的 它不会变得很软很软 都要咬得多久才可以咬得到 但它那些 黑椒味呢 又不会抢了那些 猪大肠的味 嗯 可能是两种最重口味的东西混在一起 原来 一撞出又有这样的化学效果 都很好吃 大家还记得上一集我们去吃的 咸鱼肉饼蒸饭呢 大家记不记得多少钱呢 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当然 不同价位 不同客源 不同地头 不能这样对比 不如试一块排骨 不如试一块排骨 看上去 它们的排骨 不算很大一块那种 因为外边 有时喝茶 吃到排骨 很大一块 这块鸡来的 是没错 嗯 都很软 阿姨又拿了 还有干蒸 哦 你说事 你说事 好 凤爪 凤爪硬一点 等一等 好 咸鱼就是这样 拿着它那种 那种盐心 就问 你要什么 就自己拿 这些不是工厂货 是啊 这些是自己做的 这些呢 跟大家说 真的不是工厂货 你看那个皮 对吧 没有皮 这些就是村里面的味道 还有新鲜滚热 蒸出来 9元 又试一下糖 不是10元吗 9元 9元10元 不是很肯定 华丹才知道 这个是9元 哇 9元 饭也是9元 加大烧买才是10元 这个好吃 真的好吃 是吃到食物的原味 真的不像工厂货 我不是说工厂货不好吃 工厂货是工厂货 不是 市居吃到的点心茶楼 比较千边一落 这里就有特色了 真的有特色了 你要哪一碟 这碟 我拿 牛腩 够了 谢谢 说着说着 鸡都没吃 鳳爪又来了 这个大碟应该是10元鸡 里面有4件鳳爪 但是这部分我不给大家看 鸡在嘴里一含 不用咬 就已经出来了 鸡菜 很过瘾 我还以为 这个鳳爪没有炸得很软 肯定不算很软 原来不是 它不用炸得很软 都可以这么软 尼信德拍片 几乎没有踩过雷 只有一次 就是去吃 那个 大粮 那个什么牛奶 那个就是 修士女一般 但是其他这些 我们来吃这些 老式的茶楼 好吃 不贵 播放率又好 再来吃 这个应该是牛肉球 牛肉球 没有我们在市区的茶楼 吃到那么大粒 但是形状 就更加不愧 挺有趣 它里面没有放芫荽 早午吃不到有马蹄味 相反 牛肉的味道更浓 相反 我最喜欢排骨 和黑椒豬大肠 这个真的没有 这个在市区都勉强可以吃得到 最过瘾的地方 就是吃到后段 它的米是干爽的 在饭碗里蒸熟的 是会黏住碗 你会慢慢慢慢 慢慢 把那些 米的 刚刚好 再做一条 油麦菜 菜上面这种应该是 炸蒜头 炸葱 因为放得久了 所以样子就不 变了 吃一点点 嗯 很美味 再做一个鳳爪 如果这里有鳳爪蒸饭 我最喜欢鳳爪蒸饭 不过不要紧 自己DIY一个也可以 Hello 各位观众 我去吃饱饱了 大家猜猜多少钱 最终埋单是76元 大家又记不记得前几天 我们去恒保 不是 恒保华豪亭那里吃那个 餐茶31元 这里围到 即是40元 不用一个人 非常抵食 对不对 现在这个位置 是叫羊鸭 除了刚刚这个出名的 蒸饭餐厅之外 其实这里最出名的 就是羊鸭烧鸵 应该我没读错吧 然后在品香对面 有一个羊鸭烧鸵 当然这个博物馆 今天是没有开门的 不过附近 都会有一些大宗池 奴氏大宗池 羊鸭公园 就带大家去看看 这个博物馆叫羊鸭烧鸭 它不是一个餐厅 旁边就是品香排骨饭 又来显示我学会冤薄的时候 但即使我学会冤薄也好 我都看不到这个是什么字 我断鼓 断鼓而已 黎敏 再来这个 左边这个 会不会是一个负字 右边是一个圆字 再来这两个 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虽然我都读了很多很多书 我学会非常冤薄 一看样子 就知道应该是一只神兽 这个 这个真的不好 让我读多两个书 还有这个 我就不献丑了 不得之了 原来这里还有的 我真的不沉弃读了 让大家看看这个特殊 应该是说一些神兽的名称 我尝试一下回去做后期的时候 看看能否找到资料 如果找到的话 就发上后台留言给大家看看 好吗 这个真是臭牛 这个真是恶恶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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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停车的对面 就找到这个羊垃烧鵝 应该是这里最出名的鸿记烧鵝店 原来它不是一个餐厅 它是一个斩料档 不是在里面坐着吃的 我们吃到这么饱了 烧鵝今天就不必了 留待下次了 好 那我们走了无奈 就来到这个明石花园 明就是一明惊人的名 石就是石头的石 原来它是清徽园的梓园 它这个明石花园 是位于顺德的邻教 这个花园是始建于清朝的光水年间 来现在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了 这是清朝的一位商人 顺德的商人 何明石先生在这里建的庄园 好 随着吃了一个这么漂亮的排骨蒸饭之后 顺德的半日之旅暂且结束 接下来的行程我们要视乎天气 如果天气是不错的 我们应该会继续留在顺德 究竟下一集有什么看法呢 约定你 下集见 拜拜